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那我继续来帮你解释Android的卡榫函数 那在这一个小节呢,我来举个例子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在上一节呢,我们看过的list view 那它的这个外贸,就是这个长相呢,只是简单的文字而已 简单的文字而已,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它这个所长的,跟我们现在的有什么差别 你看,这个是这一行只显示Hello,这一行只显示Edit OK,那我们现在希望这里加了这个图像 加了图像,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再借由另外一个例子 让你呢,比较熟悉一下这个list view的based adapter的用法啦 还有这里头的卡榫函数呢 那这之间,跟这个t之类之间,到底这个卡榫函数写些什么东西 这也有这一个更完整的范例 让你更能够深刻的体会这个卡榫函数的意义跟它的角色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美观的list view 就是这里有一个图像 就是这里有一个图像 这是能不能保持文字 这一个图像,保持一个文字 OK 那这个外贸 这个外贸,其实就是一个layout 如果你稍微写过Android的AP 如果你稍微写过Android的AP 就知道这是一个layout 那么layout就是有很多个view 所构成的小的view 像这个来讲是有一个imageview 那这个是有一个像textview 文字的textview 有两个view 有两个view 来组合出来 有这两个view 来组合出一个比较大的layout 那这个layout就是这一个一行 OK 同样的这一行也是一个layout 也是有两个view 一个是imageview 一个textview所构成的一个layout OK 那两个layout的内容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G类会来问子类 说你的第一行的layout是什么 第二行layout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layout return回去 就可以了 OK 所以首先 我们定义一个raw的这个layout 这个raw呢 就是要填的就是这一整一行的这个内容 一行的这个内容 OK 所以这个每个raw呢 都有它的文字 有它的resource id 这个文字呢 指的就是这个刚刚所看到的这个edit 这个文字 OK 文字 OK 那id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放在resource里头 这个图形 目前是放在这个resource里头 OK 所以呢 我们就给予这个resource id 就等于给它一个图片 好 点开一个图片 OK 好 那这每一行 都是由两个所构成的 好 那么现在 就来写这个t 这个t 这是 相对的 这是i 这是i OK 然后它 因为i是以 类的方式实现 的呈现 所以用attent OK attent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 在这个base里头呢 定义了四个 一个抽象的函数 好 抽象的函数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 把四个空的 抽象函数呢 把它 使做了 把它实现了 所以 get count get item get item get item id 还有get view 有没有 这四个 因为在这里是有空的 有虚的 在这里要把它补实 把它补起来 所以 让它虚实相依 OK 那 它第一个 它会来问 这一个 它会来call 这个base adapt 因为我们 有看到 有list view 嘛 然后透过 这个base base adapt 然后 再往下 调用到 这个t嘛 它是从 这一个list view 透过这一口 类 再调用到t 所以这个 透过这个i 再调用t 所以 调用过来 然后它会来问 你到底有几行 所以我们在t里头 就要回答 这是依照 看collection里头 有几行 或者几行 OK 好 接下来它就 如果你 return回去 是五行 它就会call你五次 因为每一行 会有一个外貌 每一行有个外貌 所以它call你五次 那每一次呢 那我们就给它产生一个layout 产生一个layout 好 那 这个layout呢 首先我们就 取得collection里头 取得这个raw 好 因为这个collection里头 很多个raw OK 好 这collection 在这里 collection 是arraylist 然后每一行 都是一个raw 所以我们就依照这个raw 来取出来 好 这一个 取出来 这个 它的内容 取出来 它的内容 好 所以 首先呢 先 找到一个raw OK 好 那这个raw呢 再来 new一个imageview 好 我们 new一个imageview OK 然后这个imageview呢 我们给它一个 一个image的resource 这只是一个view 是一个 一个显现出来的 一个外貌 那外貌呢 这个外貌本身 要由这个resource 这个id getimageresource 就是从resource里头 把一个bitmap 这是一个bitmap 的一个图像 把它塞进去 这个imageview里头 好 那这个imageview呢 就可以显现出这个了 好 所以imageview 本身就是一个视窗 一个显示的一个位置 显示 显示什么 显示这个bitmap 的图像 OK 所以imageview做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OK 接下来 是把这个imageview 加进去layout里头 好 加进去这个layout里头 OK 把image加进去layout 好 那这个目的做什么呢 你看 这一个本身是一个layout 有没有 这一行是一个layout 这一个是imageview 然后 加上resource的bitmap 塞进来 你看这个是塞进来啦 把它放在layout的第一个 所以add imageview to layout 好 就把这个呢 加到layout里头 摆在这个第一个位置 好 把imageview 摆在layout的第一个位置 OK 好 加进去一个啦 再来 再new一个textview 有没有 再new一个textview 那textview 那textview 只是一个显示的一个区域嘛 那它的文字从哪里来 文字从这个raw来 好 从raw里头呢 把文字起出来 就起出一个字符串哦 把这字符串set的进去 到textview 有没有 到textview 好啦 把它放进去之后 来设定一下这个 啊 text的 这个文字的 颜色 还有文字的大小 对不对 因为文字回文字嘛 文字是内容 那么显现在textview的时候 可以设定它的颜色 可以设定它的大小 做好之后 再把textview 再把它加进去layout 加进去layout里头 因此呢 第二 第二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就是文字咯 就这样都跑出来了 layout的第二个栏位 就是文字咯 这样就OK啦 加完了 我们就可以return 回去给listview咯 啊 回去把layout return回去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啊 这就是t 要回应这个listview的要求 那这个是activity咯 那activity 也是一样再复习一下 这个oncreate 就是定义在activity的一个空的抽象函数 也就是卡榫函数 那么由myactivity 来补它 所以 就把这个补进来了 啊 补进来 先建立collection 再把collection的 这些resource 把它放进去 再把字串 所以这个说collection的内容咯 之后 再new 这一个1 啊 再来 new 这个t 然后再来 啊 把它 装配 上去 装配上去 就可以set the content view set the content view 它就是在android里的set the content view 就是 把这个layout 显示在UI上 要显现出来的时候 要去问他呀 问t 啊 你每一行的长相是什么 颜色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ok 那这样子 它就整个就运作起来了 好 那 所以这个UI上面就 几个 几行就显现出来咯 那如果user去按它 它就回来调用onitemclick 这个时候 它会把这一个 啊 这个 把这一个 第几个index 送回来 我们就可以起出 我们的文字的 啊 内容咯 显示在 抬头上 这个很简单 这个我就 不再都说了 ok 好 anjoy anjoy 提供的 提供的base adapt 这样的一个抽象的积累 并且提供了 get view get count get item get and id 的卡损函数 因此呢 框架 就基于 这一个 base adapt 的卡损函数 来 以 应用app的myadapt 搭配起来 起始相依 好 那在这个 myadapt 内 以上一个范例的mystream adapt 它是不同的应用程序 但是 都是 来 以相同的base adapt 相结合 也就是说 base adapt 只要有一个类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可以跟千千万万个 这个类 来配合 这个是i i 或者是半年1的角色 然后 这个就是t ok 那把它结合起来 ok 那就发挥了 卡损函数的一个功能 以及它的用意咯 ok 那所以到这里 我们就 介绍完了 第二个 卡损函数的范例 好 那我在这边 就现在暂停一下咯 谢谢